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要来聊聊光与电磁波的绕射 我们之前有聊过呢,如果这里是一面墙 有一个人在这里,有另外一只狗在另外一边 你看不到狗,狗也看不到你 但是呢,如果狗在叫的话,你却会听得到 诶,很奇怪啊,声音也是波,光也是波 那为什么你看不到狗,却可以听得到狗的叫声呢? 难道狗的声音会绕,而光不会绕吗? 其实两个都会有绕射的现象,只要是波都会有 只是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名词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绕射度 什么叫做绕射度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由ZANDA去除以B 记得ZANDA呢,代表的是波长 而B呢,代表的要嘛就是障碍物的长度 要嘛就是呢,缝隙的宽度 我再说一次,有两种 一种是障碍物的长度 障碍物长度 或者另外一种呢,则是所谓的缝的 狭缝的宽度 那绕射度呢,越大的的话 绕射度越大 那么呢,绕射现象就会越明显 再说一次 绕射度大的时候 绕射现象才会明显 那大家想一想一下 绕射度要怎么大呢 OK,绕射现象 明显 呃,我们写一下 绕射现象 叫明显 OK 有两种可能 因为有分子跟分母嘛 如果要整个数变大 你可以分子变大 所以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让坡长怎么样 变长 那另外一种呢 则是障碍物的长度呢 或者是狭缝的宽度呢 变小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为什么深坡会比光坡容易产生绕射 还记不记得我们深坡的坡速 大概一般来讲是多少呢 如果在15度C下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340公尺每秒 对不对 这个是声音 好 那我们又知道我们人耳呢 可以听得到声音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所以如果呢 我们既然知道坡速V是等于让打乘上F的时候 也就是坡速会等于坡长乘以频率 所以我们就可以返回来求 坡长呢 是等于坡速去除以频率 你把340去除以20到2万赫兹的话 你就会得到什么呢 你就会得到人耳可以听得到的声音 是17公尺到0.017公尺 也就是17公分 1.7公分到17公尺的意思 OK 这个是什么 一般深坡的坡长 我写一下 这里写深坡 可以听到的深坡的深坡长 那还记不记得可见光的坡长是多少啊 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提醒一下大家 你看可见光的坡长在这里耶 Visible light 是大概多少 380到750 380到750 啊单位是什么 是奈米耶 哇塞 你看这个坡长要这么这么的小 这边是1.7公分到17公尺 是它的好几个数量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声音容易绕射 而光波不容易绕射 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讲 阳式双峡凤实验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经过了这个小凤的时候 其实会经过 会有这个绕射的现象 之所以能有这个绕射的现象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凤真的很小 OK 凤超级小 OK 超级小 所以你才有可能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有办法把缝切到 大概是几μm 甚至是0.5μm 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时候呢 诶 这样子光的绕射的状况呢 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好 那不过呢 现在我们不是要跟大家来介绍 光的绕射 OK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更有趣的一个跟什么 这种属于电磁波的绕射 有什么呢 因为电磁波也是波嘛 它也是一样可以产生绕射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电磁波呢 除了这个400到700奈米 这边是可见光之外 波长越短呢 就是越高能量的 像是紫外线啦 X光啦 伽玛射线 但是越低的呢 像是红外线微波啦 或者是说这个 呃 我们一般所听的这个 电台的这个广播 无线电波呢 则是比较什么 比较低能量 然后波长比较长的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无线电波 也就是平常我们听电台的呢 它的这个电波长度 大概是可以从 这边是大概几公分 这里是一公分 这边是十公分 然后呢 然后再来是一公尺 大概一路呢 是可以到数十公尺 所以呢 我们写一下 如果是我们所收听的这个 无线电波 我们这边做个区分 无线电波呢 无线电波 可以呢 接收的频率 应该说波长 它的波长呢 还蛮长的 大概是几公分 到数十公尺 数十公尺 那这当中呢 有分成两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电台 有一种呢 叫做调幅新闻网 也就是我们的AM OK 调幅 是所谓的AM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 叫做调频 是FM OK 一个是AM 一个是FM 调频 好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答案是调频的波长 比较怎么样 比较短 调幅的波长呢 比较长 OK 那 大家想一件事情 哪一个东西 它就会在遇到同样障碍物的状况下 绕色度比较高 答案就是调频嘛 OK 在市区里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障碍物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市区我们要开车听新闻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播到调幅新闻网 OK 那调频呢 则呢 比较容易 因为它波长比较短 所以它比较容易真的被挡住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用调频 而不止全部都用调幅呢 原因很简单 你看 波长越短的代表频率高 频率高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个东西叫做能量 OK 当你看到波长越短 能量越 这个频率越高的时候 它也是能量越强的 所以调频呢 它是能够承载比较高能量的这个讯号 OK 所以它其实要传递讯号的时候 是比较不容易散失 或者是呢 可以比较清楚等等的 所以如果空间许可的情况下呢 其实调频 它的传输效率 或者传输的能量 会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刚刚说过了 有一好没有两好 所以呢 在市区的时候呢 我们会比较喜欢用调幅去听这些新闻 因为比较不容易有收听的这个死角 OK 不容易有死角 那大家要知道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手机呢 它的载波长更短 手机 的这个 载波长更短 载波 的波长 更短 导致什么事情呢 手机收讯就更容易有死角 这就是为什么你走到地下室啦 然后你走到一些比较 这个卡 比较多建筑物等等的地方呢 它就会很容易就是没有讯号 OK 那这也是为什么手机呢需要建立密集的这个基地台的原因 这啊都跟无线电波或者是电磁波的呢 这个绕射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声音的绕射 也谈到了光的绕射 那光既然是电磁波 对不对 那当然别的电磁波也可以来绕射 所以呢 我们就聊到了无线电波的这个绕射的状况 并且实际的跟大家聊聊 调幅新闻网 跟调幅 跟调频 FM AM跟FM呢 在这个绕射上面的差别 记得 颇长长 就比较容易绕射 比较不容易被挡住哦